得无遗忘 他就不会忘记 过去生生世世 怎么死的 怎么生的 清清楚楚 夜莹果报 丝毫不爽 这个能力就先前了 二行为的菩萨 就是念心 第二念心 二行为的菩萨 小臣 二国相 还没站到二国 从出国 紧进 向着第二国 为真心明了 过去 未来皆种 出生 如死 一年无忘 你看二国相 还没震得二国 他的神通 就先前了 什么神通 虚命通 他心通 出入生死 一念无忘 这是虚命通 知道自己 也知道别人 在六道轮回 三生 世世 他都知道 二国相 你看 经说 经里面说 无数 无皆种 血身 受神 血身是死 受神 是神 那 死了以后 有神 谁人死不得了 死了之后 麻烦大了 不是死了 一切都完了 不是的 死了以后 就不得了 又去搞 轮回去了 深深之 世事 就搞这个把戏 苦不堪言 就负在经上讲 深思疲劳 这是什么 迷惑 颠倒 不了解 死是真相 菩萨在这个位置上 这是二行位 他就能够 意念 得 无遗忘 他就不会忘记 过去 深深事实 怎么死的 怎么生的 清清楚楚 夜莹 果报 丝毫不爽 这个能力 就先前了 第三 三行位 叫金金信 这是二谷 萧尘二谷 斯托汉 出国是虚托汉 这斯托汉 不杂 越近 无近 越近 这金金两个字重要 你看从信心 到念心 再到金金信 不杂 就叫金 我们今天学东西 实在讲 是不听老人音 吃亏 在眼前 学佛难不难 不难 难在什么呢 我们不遵守方法 如果您能够遵守 信心 念心 金金信 晦信 你一步一步 往上提升 就很容易拯救 你不守这个规矩 守规矩 叫持戒 不守规矩 是把戒丢掉了 持戒才能得定 得定才能开智慧 我们现在没有朝这个路子走 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 比不上上一代 我们上一代的人 再跟上一代比 又比不上 这是滑坡 一代不如一代 什么原因 我们把基础的教育 俗获了 中国人所讲的 扎根的教育 我们没学过 中国扎根教育 我这样的年龄 还遇到过 是最后的了 大概是五年 我记得 我十岁以后就没有了 很少人听说了 我十岁以前 其实是住在农村 我们家乡 是同城派的 发源地 所以文风很甚 就是读书的风气很深 这在一般农村 遇不到 我身在这个地方 农村里面 还遵守古圣仙仙教会 私俗很多 还学了一些 古老的东西 这些规矩 我弟弟小我六岁 他完全不知道 所以 用我们家乡的 这个状况 情况来讲 我们传统文化 丢掉了八十年了 八十年 照中国人来说 三十年 就一世 差不多就三世 就是三代了 丢掉三代了 苏活呢 再往上推 至少又推个三代 也就是说 我们从苏活 大概是年八年 慈禧太后 执政的时候 苏活了 不重视了 清朝亡国之后 到民国 大幅度的率退 终日战争以后 没有了 找不到了 无量寿经上 佛的话 我觉得佛慈悲 佛把我们 现前的环境 都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这佛法 怎么能不摔呢 中国古人 重视教育 建国军民 教学危险 教学从什么时候 教起 母亲怀孕 叫胎教 这十个月当中 做母亲的人 齐心动念 会影响胎儿 言语动作 也会影响胎儿 所以念头 不能不振 行为不能不断 弟子规 不是给小孩念的 不是跟小孩 讲的不是 弟子规的教育 是什么时候 从出生到三岁 这一千天 是教弟子规的 怎么叫法 父亲跟母亲做到 把弟子规上 字字句句都做到了 表演给婴儿看 小孩一出生 睁开眼睛 他会看 他会听 他已经在模仿了 在学习了 所以这个一千天 父母要真正 把这些规矩 统统做出来 让他看到 古人讲的 三岁看八十 三岁之前 砸的这个根 八十岁都不会变 根深蒂固 我们这个教育没有了 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阿 尼 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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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迺